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的麦肯雷总统被刺杀 于是国会就开始投入资金进行研究 现在的防弹衣普遍由金属 陶瓷和特殊织物组成 虽然名叫防弹衣 但是防弹衣并不能承受子弹正面射击 只能防护爆裂的弹片或是炸飞的石块 即使是这样 据统计 穿上防弹衣仍可以降低58%的阵亡率 美军不但自己人手一件防弹衣 而且受其影响很多国家也在开发自己的防弹衣 在二战时期美军就有了23种不同款式 在后来的多次大战中 防弹衣更是成了士兵们的必需品 现在的主流军队中可能就是我军装备的防弹衣最少 除了一些特殊任务使用外 平时很难看到我们的士兵使用这些护具 对此 我军的基层单位都说 这是观念的问题 不是受军费影响 在重视人员战斗精神培养的队伍中 过多的防护装置不仅要消耗士兵的体力 而且把士兵包裹得太严实 完全就是溺爱士兵 要让他们真的体会到训练中的辛苦 我军现在还没有完全裂装防弹衣的计划 P0生产的防弹衣不贵 而且材料保质期很长 但是防弹衣不是万能的 以后的枪械杀伤力还会更大 会有更新的枪械出现 而防弹衣要提升却很难 因为现在的防弹衣才发展了三代 而枪械已经更新换代无数次 我国现在普遍装备防弹衣的还是警察和武警 但如果真的发生战争 依靠强大的工业基础 中国军工企业能很快的批量生产最先进防弹衣 直接武装全体士兵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